反對復考TSA 還孩子快樂童年 現在我們小學當中那種的壓力 其中一個主要來源 扭到實在的就是TSA 你只有這個放鬆到 其實整個制度才有機會慢慢慢慢放鬆 如果不能夠真是做到疑脆 操練又有因的話 我們是會盡我們所有的辦法 來表達我們強烈的意見 其實一般普遍的家長們 都有一個走數的感覺 當初選舉的時候 她是大大一張版本說會各自小三TSA 其實無論是家長或是孩子 其實都是很有期望 是不需要考住 重視我們孩子的聲音 重視我們孩子的未來 做回以人為本 就是教育其實是一個傳人教育 不可以用一個考試去做主導 收到消息就是分區的教育主任 已經聯絡著學校問她有沒有買 這個TSA的補充練習 跨黨派議員走在一起 去反對一件事 給第一個立場 這個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我們已經出現了一次又一次又一次 如果教育局 她是不聆聽立法會議員的意見 這個不是講民主派 是講跨黨派的意見的話 這個其實真的對於行政立法的關係 帶來很大的傷害 我希望這首歌真正教育 是真是快樂學習 不是說小三就要粗題 所以除非不記名不記校 資料不會用來評估哪些學校 是甚麼級甚麼級 給學校壓力 學校又給老師壓力 老師又給家長學生壓力 變成粗題 除非她做到這樣 要不然我是不贊成今年復考的 裴加限制後 請教育局 先煮空 崩緻 請教育部 你 這是 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